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二節 剛才我們講了畫的展覽 其實近來香港很多畫展 有一個我特別要看 一兩個月才看 成泰搞了一個浪世寧的畫 的一些 所謂的數碼展覽 這件事不太重要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看到的是 這次就有國立 故宮博物館參與 他認為 床了最多 不是說床了最多的問題 我是說國立這兩個字 他不敢刪的 這個不刪 故宮博物館 其實有兩間的 一個在北京 一個在台灣 台灣那個叫國立故宮博物館 這件事其實以前都吵過 我忘記日本的展覽 又好像被人刪了國立兩個字 當時立即抗議 如果你不放兩個字 兩個就不理 這個正確的 完全正確的 意大利人 做官做到入朝廷 清廷 畫畫 我看過很漂亮 她像你說的 她的照片 我看到成潭畫的 很長 我似乎是二三十呎 看了嗎 不是看了 因為她還未開的 都不是真職 她用數碼做的 但你看過那幅畫已經很長 還要提一件事,台灣的故宮物館的小賣部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很好生意,每個人都買東西 所以他做複製品的技術很認真,做得很好,任何印刷品都印得漂亮,數碼也很好 因為台灣人高手多,早前有一個三三五圓展覽,宜和苑那些,中國的宜和苑那些地方 用數碼複製,做出來,這些技術就是台灣有了,拿著一本書 現在很多這些研究的公司或機構都做了一件事 不是,他是當生意這樣做 不是,成大都是的,以前我聽過敦煌那個,3D做飯出來 這個我覺得相當好,因為大家親身要開的時候,未必有這個條件 因為你去敦煌的山洞裏面,又熱又焗,人又多,黑眼睛,看都看不到 現在去得多,你是破壞那個環境 當然啦,他不想打開門,壞的 你那些人,一個不生性就摸一下,當然多多你不少啦 可能不少啦 但是,剛才我們講的另外一個展覽呢,我就,都很驚奇 就是,這個Monnais,在五月三號在香港展覽 多得發過五月啦,真的 這個世界,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歐洲的苗思人,現在都發錢寒 真的,將那些貨倉的東西,堆出來,全世界這樣去 還有發錢寒,歐洲這十年經濟差 那這些藝術館,國物館呢,最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 沒有錢是搞不定的 你只要一個收復,或者Maintenance,那些錢已經沒有 我先講一件事給你聽,就是 一個展覽,要做一個展覽要花多少錢呢 我先告訴你,你貨倉有很多貨嘛 你第一件事要做一個展覽,第一件事,請個美國教授回來先 請個兩個月,兩三個月,住在那裏 去貨倉的簡料,簡料,跟著寫文 喂,寫文,一篇文寫多久呀 寫半年了,大佬 寫文出來而已,找人譯,然後 找一個高手,拍照,印刷廠幫你印出來 印刷廠哪個印呢,拿去日本印的,大佬 有些拿去認真拿去日本印 如果不是,拿去深圳最高技術的外資公司去幫你印 深圳有的,深圳有的 好,專印,專印出品的 當時,李豐雅高,我也去過 李豐雅高,可以印Catalog 可以印這個美術品的冊子 喂,搞一搞,做一個展覽一年了 大佬 喂,澳門更厲害了,一篇文文 有中文,有澳門,有英文,有澳門有錢 全中國現在呢,個個都開不了展覽 就希望澳門會開,你幫我搞 你找個美國人,就要住兩個月 也有的,現在澳門有這個條件 好了,我們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今天要介紹另外一樣東西 香港除了是展覽中心之外呢 還有電影中心 放電影的中心 現在呢,就有阿爾蘭電影節 以前沒有過的,沒有試過的 我記得你有的 也有的 而且最慘的東西呢 就是,很多時候 就算我們現在 我們自己,譬如說 都有做開所謂的影響節目 或者電影介紹 這些資訊,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都不留意的 太多了 好,連電影節都看不完 待會兒要說說電影節 你先看那些什麼 有難民電影節 有勞工電影節 什麼都有的電影節 現在真的 有這個荷蘭電影節 好,那本叔 起碼沒有你自己的心水介紹一下 我這些都沒看過 這些都沒看過 我又說說這個電影節 應該有一部電影最激動的 就是講戰地記者的一部 那部電影希望將來 香港有一些放 Thank you for bombing 這個是幾套片來的? 不是幾套片來的 劇情片來的 劇情片來的 但它用真事來講 就是講什麼呢 就是講 美國有一個 就是戰地記者 真的狠狠到鼻子 燒了可蘭京 就是那件事 這樣令到國際轟動 這個機會 就是弄到戰爭那麽大的事情 我記得好像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我記得這個新聞 有這件新聞 那麽把這件事 就整大它 拍攝電影 那麽就 爆了很多 戰地記者的東西出來 我們沒機會知道 那麽 那麽現在有人去拍這部電影 那麽你看完 就知道 戰地記者做了很多 那麽不是想像中 那麽高度的東西 那麽這些事情 其實你行內人也知道 那麽我們自己也去過 那麽這些 所謂這樣的場面 那麽98年那麽大家知道 印尼那麽是暴動的 那麽時候我們也去過 那麽其實你會見到 那麽很多所謂的 那麽原因就是 那麽很多 喜歡做這麽行的人 就未必喜歡 跟那個報館的關係 即是未必喜歡 而是坐在那裏 又未必喜歡接Simon 是是 對 是 對 他就講了一個項目 他這麽這部電影 講了一個項目 很有趣的 就是 他指定了派一個人去 派一個人去 那個人呢 都不想去的人 就是有戲劇 即是有戲劇 即是有戲劇裏面 即是他那個人 就退休了 我老婆耳耳耳耳耳耳 我老婆甚至 哇好看得不得了 說那個老公發出神經 然後在機場 截著他 然後說這個人 不要上飛機 不准上飛機 因為他神之不清 講到這樣 但那個人 真是想去 那個老人家 這些永遠是一個矛盾 就是你 家人不喜歡 管理層和前線員工之間的矛盾 講另一個例子 滿素實色的 Hemmingway 海明威都是做記者的 不過他從來不接任務 即是當他成名之後 成名之前就沒得說了 即是在Toronto 這個多人多聲幫 當然要接任務 就是接任務 成名之後呢 我說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說去哪裡去哪裡 所以你 即是 如果你去這些場合 或者這些 所謂有些少少 刺激性的 場面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 在所謂的飛機場做的 嗯 第一件事就是 報館未必要請你 因為你要賠 有些市場來 飛機場就不用賠 你自己 但飛機場 透過這些場合 令到自己出名 是啊 對了 那部戲呢 有一件事我都猜不到 那些女記者呢 很多女記者呢 很多女記者就爭著她做的 就是 一宗新聞就是 成名 成名 然後那些女人呢 很喜歡扮靚 很注射自己的身體 保持自己的樣子很好 這些事情都猜不到 都在戲裡面 說這些事情 說這些事情 另一件事真的猜不到 其實呢 戰地記者你真的不要覺得 即是不要給她一個光環 其實每一個戰地記者 每一個行動呢 因爲你要坐車 都有人官方給你 車來接來的 不是你走都走不去嗎 走不去 走不去 你去伊拉克 比如伊拉克採訪 或者什麼 巴契斯坦採訪 基本上是 有出阿沙文化 幾分鐘去 出門口一起去 然後 然後 戰地記者裏面 有四五十人 即全世界有四五十人 比如四五十人 住在同一間酒店 嗯 同一個時間 開麥克風說話 然後 畫面也有趣的 全部每一間房 都是做同一個動作 有人拿著麥克風背著的人 就是 就是在說話 那樣 真是 原來呢 任何東西都安排好了 都是那句啦 不識就嚇死 識就笑死 即是笑死 還有呢 基本上呢 任何新聞呢 都是公稿來的 都是公家的稿 不是這個呢 很少有這個 額外的東西 我們自己行內 很多時候都會告訴我們 但我們沒有這個條件 真的 好 把真相告訴大家 給大家聽 舉個例子 例如 那我有一位 就是 相識的著名 著名 名記者 Pepierre Escobar 你千萬不要相信 現在用英文寫的那些稿 所有其實都是 通稿 通稿來的 特別是那些所謂大 通訊社 或者是那些 大報那些 其實是 有agenda在後面 有agenda 有agenda在後面 大家夾定了 你很難呢 就是寫一些 特別花水的東西 另一件事 你寫花水 人家盯著你 盯著你之後 大家互相鬥 你爆了一段 獨家新聞 他就爆了另一段 獨家新聞出來 幾位大傳媒 互相鬥發 還有你 作為一個海外的讀者 你很難判斷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第一件事 你自己很難有條件 在親身現場 這個刺激一 其二 即使在親身現場 你沒有這個語言的能力 他知道當年那些比較重要的訊息 譬如說 一個地方爆炸 然後你馬上出車去 一出車 就坐公家車 幾十個人衝去 衝去那裏 好了 可以現場了 你走來大隊 你找滑鳥 第二個人就盯著你 特別是對手 盯著你 而且這些新聞 你不會單靈一條做的 你一定是整條隊 而且不會只剩一條隊 就是萬七 幾十條隊 他有說一件事 有些人就自己走出去 做新聞 死幾十次 真的 說到這個 你講到這個 正確 一定要看這齣戲 你自己走去 讀家新聞 你自己走出去 你有什麼後果 你就有什麼後果 死死死 害怕 也不知道 就是那個女人被人強姦 你先關掉電話 好了 我們休聖一下回來